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嘩嘩嘩 怎麼搞呢 很多粉絲跟我說 在我外面很多人買了我的貴人符 聽說有些粉絲說 買了我的貴人符然後拿出來買 是否真是假呢 我就不清楚 他們買了很多 一天有我的貴人符 這樣有很多粉絲說 不知道堅還是流 坦白說 如果你幫我買就肯定是堅的 如果你們幫外面人買 我不清楚是堅還是流 因為我不知道 有些好像買黃牛票 我買了炒很高 因為這幾天都很多人發信息給我 師傅說外面有些人說 想買到有多賣給我們 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真是不清楚了 這樣一句話說完 你要在我的金龍軒買 就肯定是正貨 是 他們是拍攝那個跌歌 寫著金龍軒也好 但你都要看 如果在我的手出的就是真貨 如果幫你的粉絲買 或者幫我的粉絲買 那些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那些與我無關的 你們自己要執生 沒有說我不給你們貼士 所以說有很多人用到 是真是好用 真是好用 有些人趁機會 就撈一筆橫財 甚至乎趁機來說 有欺騙消費者 是不是真還是假 我不知道 那這裡我就有很多個訊息 想開給大家聽 那些粉絲用了貴人符 是好 醫病也好 甚麼都是好的 就是因為這樣 就很瘋狂地去 即是說大把人 去買到你用 真是見效很多 那我在這裡開給大家聽 但要記住 你們如果幫外面人買 我沒有擔保你是堅定留 但你幫我買就是堅定了 這裡我開給大家聽 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的腳跟幾痛 無端端一下 哇 行路都踩踩踩踩 阿咪發佩羅師傅的迴向 功德金七張 你掃自己頭掃身 然後說這個功德金 好的東西又迴向給我 現在我的腳跟很痛 我就拿自己的功德金 把腳跟不好的東西 幫我帶走去 然後這樣化補老師化 嘩多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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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粉絲 用功德金來說 掃了他的腳 他腳跟不痛了 他腳跟不痛了 職務師傅 我這個腳跟是去年 運動相過 我又被個中醫 擦過兩次 好驚好開的 今天發作 痛到我 我瘋了 我地下 擦擦擦擦擦擦 我媽說 做甚麼 我腳跟很痛 等我拿師傅的迴向 今天擦擦 腳不擦 對 一擦擦 好痛 在2樓走到3樓,3樓走到2樓,走來走去,無視,真的沒有痛,因為真的痛得很痛, 抓了立刻可以這樣走上走下去,今天就掃兩次,因為他說我日圓不太好, 早上我就掃紅馬桂仁,然後有時掃金桂仁,那時候我喜歡回向金, 一日掃兩次,但兩次都不同的東西掃, 因為他們掃了一日掃三百兩百,功德金又行,往生前又行,桂仁六馬又行 然後對人們都很熱鬱,都很讓我感受到, 我現在跟你說話,因為我的手按著腳踩不同, 好像我的手按著腳踩,很痛,現在跟你說話, 我現在拿著手指來揉揉揉揉,你都不懂得痛, 所以這個粉絲是留言給我聽的,他們用到他真的很好 我買點薯,現在出去買一買東西,出去吃東西, 然後想說什麼? 我老公嗎? 聽你說,我剛才跟他說,剛才我問他要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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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很多人都腳腫和腳有尿酸,風濕關節炎, 他們全部人用了貴人符和功德金來講,全部都很好, 我的手跌倒,不好意思啊, 好啊,跌倒,一年多,痛到看醫生看跌倒, 很多都看不好,吃肉又痛,不吃又痛,吃又痛, 受了你的貴人符和天公金,現在很小了,很歡喜, 很多謝你啊,師傅, 還有的,你們再聽聽,因為太多信息了, 很感恩,很感恩你啊,師傅, 有甚麼都想要不要找到這幾個陣子, 我會想要再吃比較幾個陣子, 我會想要到那幾個陣子, 掌聲一點點,更加感恩, 現在,便當著吃菜都是吃過的, 現在,兩個人都可以的, 後面都是吃過的, 師傅,師傅, 我剛好得來的, 我那天 early, 看醫生都看完呢,真的好多謝很多謝, 敬敬師傅, 師傅老師, 我也有事幫你分享啊, 所以這些訊息不分先後 這樣我播給大家聽 是跟大家說他們的粉絲買到貴人符 天公金、公德金、仇金、貴人綠馬 金貴人、紅貴人 全部個個都受到的病 即是說減少了食藥 即是說鬆很多了 還有的 我剛才沒有影響 我先告訴你 先告訴你 先告訴你 我忘記了 我自己介紹的政論王 我自己聽說 然後 當時我讀成朋友 說去 之後 他本時有 他的貴人 就是貴人座 他被他的貴人座 熟了 他告訴我 師傅你好 麻煩你 師傅幫我聽聽聽 我的小女兒 他的皮膚 他覺得很癢 然後還有很多紅點 你可不可以幫我查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感激你 師傅 謝謝 他的臉也是這樣 我整身得出紅點 很重要癢 謝謝你 師傅 我開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小朋友 他的腳身紅點 全部 你看看他的手 整個身體也是 整個身體也是 很明顯 還有 你看他的肚也是 所以他們用了我的桂印符 來掃了就差很遠很遠 你看看他的腳 整個身體也是有東西的 整個身 那我就再開給大家聽聽 我上次發的照片給師傅看 我小女兒中這個 怎麼說的 蜂岳 所以是不是用了這個 受感來掃 立刻見效 燒了很多 沒什麼中了 多謝師傅 多謝你先師傅 OK 今天那些 綠馬桂印符 我幫你說 十秒鐘就被人掃光了 我很想我拿到兩個套 對 我給錢然後 後來出來 十秒鐘就沒了 多厲害 這個是因為 掃光之後 再下來 剛才這張照片在這裡 對嗎 你推上去給他們看 推上去給粉絲看 慢慢推上去 很曬 看不看得到 再推再上 全部不同了 馬上見效 生蜂膜 什麼都可以 但這個是粉絲說的 他們拍了個照片給我看 我跟你們分享 你們說 他們用了受感 好 師傅師傅 跟你們分享這件事 師傅 你之前不是說去海邊許願嗎 跟著是 跟著 除了海邊 還有不知跟著什麼方向許願 不好意思 跟著做一件事 我們剛剛檢查了 未去醫生檢查 只是自己檢查 他幼了師傅 既然去許願 他老婆 既然有了身體 那種感激和感恩 師傅 我都不知道 用什麼字來形容 真是很 多謝你 師傅 所以你們呢 可以去海那裡許願 那些貴人符 我是買了 你一開始買 我就買 他是 二月初才開始用的 差不多過年了 才開始用 所以他們用了 一個月 立即見效 順便許願 立即見效 因為太多人 搶購來說 我的貨都斷市 因為有很多我還在念經 所以希望大家 稍安無措 陸續還會有貨到 好嗎 關於點燈 燈已經在台灣製造 你們不用擔心 到時我會叫大家 都會去登記 就可以了 所以稍安無措 會到 coming soon 好嗎 所以 大家稍安無措 點燈 你們都要等多 差不多 最少要兩個月頭 點燈正可以 到時我會通知大家 現在叫做 coming soon 明白嗎 大家要記得 這兩天我都會推出 七彩衣 還有鬼仔衣 還有開爐前 我們叫做溪前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醫病 甚至乎掃手 你身上不好的東西 你將身上的需要帶走去 我希望你還橫財 希望你們大家好 因為太多投資 我開給你們聽 我這個電話還有很多 還未開給你們聽 這些全部是粉絲 即是說它的效果 它不是發給我的 是發給它的朋友 它的朋友就發給我 所以你們記得 你們買 你們一定要去我金龍軒 那裏或GDK那裏 在link那裏 和app那裏 你們留意 他們拍了我的相片 因為我收到很多消息 有我的sticker 其實是否真是我們的貨 我不敢說 因為那裏都寫了金龍軒 其實這些東西可以做出來 因為它可以做一個假的 貼上去 寫金龍軒 都是有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你們買不買 就要看你們 千萬不要上當 這樣買不到 你們不要急 你們一定要在我這裏 本身 我的link那裏 Joy那裏 那裏賣出去 和Yvonne丹他們 和汪姐 收不收到 所以這幾個人 雖然接不到你的電話 而不是他不可以接你的電話 是因為太多太多訊息 所以你們要知道怎樣用 你們明白嗎 所以說 如果你們買不到 沙安無續 會陸續有來 好像昨天一千箱 往生前 都不用幾個小時 有兩個小時就有 差不多兩個小時 一千箱就埋了 這些往生前 一次用七張來掃 掃到傷身上 那些不好的東西 掃走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下來 清明又到了 很快便到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一談 這個四月二號 破日 為何很多人不敢行清 這一天是很不靚 很多人都說不靚 這一天 其實清明都要有清明 破日又破日又好的日子 都有去時間 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很多天光的人 都去行清了 尤其是五點到七點 這段期間來講 去這裏是適宜什麼呢 祈福 求財 定婚 嫁趣 出行 開市 交易 安藏 大祭來講 這段時間是可以行清的 他的星神是有三合貴人 有貴人星 福星 和長生星 都會有的 這個時辰 是沖雞殺世 所以沖雞的朋友 就不適宜用了 這樣 殺世 千萬不要向西方來拜 向其他方向來拜祭 就可以了 要記住 這樣下來 七點到九點鐘 是什麼呢 時間呢 八點五十九分之下 我們來講九點 七點到九點來講 好呢 是什麼呢 上樓 收屋頂 收瓦 入臉 還有這個做什麼都好 都不是很好的 這個時間七點到九點 你們千萬不要行清了 這段時間 我就不給你們了 不適宜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但是有些人就可以 但是有些人就不可以 再下來是沖狗和殺藍 再下來九點鐘開始了 九點到十八點 這個時辰行清就最漂亮了 這個是沖豬殺冬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呢 在這一天裡面 是有時辰的 再下來來說 到這個 十一點到一點 就不漂亮的日子 時間又不好 就不要行清了 這樣呢 漂亮的日子 就是一點到下午三點鐘 這樣呢 這個呢 是沖牛殺西的 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樣到三點到五點 下午呢 是可以沒有 是可以的 是沖虎和殺藍 其實來說呢 十一點到一點呢 不是說沒有日子 都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是最忌忌 是五點到七點 那段時間而已 那段時間就沒有那麼漂亮的 但是呢 有很多人都是迷信 有很多人都不迷信的 白無禁忌 童然無忌 所以我大家要明白了 這樣很多東西呢 這些東西呢 是看你的時衝和時差而已 這一天呢 依然會很多人都是省吃飯 做工 人家都是這樣上班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十一點到一點 這段時間是OK的 是五點到七點 剛才我所說的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明白嗎 因為他出行啊 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有三合貴隱 又附身 又說有附身的 其他的日子來講呢 全部都是差不多 完全是看你怎麼去行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了 好嗎 好了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先了 什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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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錢都放在一起 我拿貴隱符來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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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了是不是 好在給我救生了 是否這麼誇張啊 是否這麼誇張啊 對啦 你跟師傅說 這個是我媽媽來的 我媽媽的家裡是讓花樓漢 那種 叫壽色宮 回學樓漢 好像壽色宮的頭那麼大隻 很漂亮的 那個花樓漢 他跳出來是不是 已經差不多死了 那條 他給我媽 那個貴隱符 那個數 是不是 你生了 你翻生了 好厲害的 師傅個人符 真的很感恩 很多謝師傅 你不記得幫我跟師傅說 多謝 大家聽到了 那條魚釘了都可以有得翻生 是不是這麼神奇 好不好信 好不好太迷信 我不是我說的 這些事不是做假的 做真的 這樣我都很希望 大家真是說 幫得到你們 坦白說 雖然我的事是比外面 刺了些少 因為全部是念了 十八種經文 是念了一百零八日經文 十八種經文 聽清楚你們 所以說 現在我出的事 全部都有醫病的成份 是很多粉絲 一直跟我說 條魚釘了都可以翻生 你說真還是假 這件事我老實說 不是我說 我說 我說明先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都要小心 防止有假毛 因為如果不是我們賣出去 不是喜歡他們賣出去 你們最好 就是華仔 記得 不要賣了 都是買正我們的 比較好些 收不收到好 大家 好了我不說了 別人休息了 別人都收檔了 我也要休息一下 希望大家要明白 再稍後 分分鐘要掌治 知不知道 貴人父對你們來說 是幫助很大 不管金貴人 是不是紅貴人 綠馬貴人 往生前 功德金 全部都可以幫到你們 希望你們大家知道一下 OK 多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分享